嗨大家好 我是聽聲音就知道 我是感冒的阿騰娜 上個禮拜的時候是喉嚨癢癢的 這個禮拜居然就變感冒了 雖然沒有發燒 但喉嚨啞到對我來說很傷啊 不過不要擔心 再怎麼樣 我這個禮拜就是要出變 而且要出兩部變 讓大家過癮過癮 而且這次的兩則故事 剛好都是身邊的朋友提供的喔 甚至還有一則 裡面還附上影片喔 這集真的建議大家 如果你看完之後 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看影片的時候 有沒有當機 因為當時朋友傳影片給我的時候 我的電腦是看到瞬間當機的 那麼兩樣子 故事也做為人事的調整 如果你是在阿騰的話 遇到廣告 可以幫我多看10秒鐘喔 故事開始囉 我是個醫生 是個在鄉下診所看診的小小醫師 每天我都會面對不同來看診的病人 有的頭痛 有的眼睛痛 有的喉嚨痛 但也是有幾個特別來亂的 你今天哪裡不舒服 說說看 嘿 醫生 我覺得我最近 感覺不吃東西的話 肚子就會餓 但是如果吃了很多東西 就會很飽 肚子就很撐 很不舒服 該怎麼辦啊 那你就少吃一點啦 白癡了 下一位 醫生 我覺得 我最近尿尿都黃黃的 是我生病了 嗯 那你平常有沒有喝水 有啊 我每天都三杯綠茶 三杯紅茶 三杯烏龍茶 喝很多 但尿還是很黃耶 好 你們的咧 就要白癡水啦 嗯 這就是我的工作日常了 每天面對形形色色的人 我也已經駕駛就熟了 沒有特別喜歡 但也沒有特別討厭就對了 但對於當醫生來說 我可能不是最優秀的那一個 但對於這個職業來講 我算是特別的存在呢 因為 我是個看得到阿飄的醫生 只是這件事情 我從來沒有跟任何同事說過 不過 就在前幾個月 我遇到了讓我最毛骨寵男的看診經驗 那天 我一如往常的在診間看診時 8272 請進 這次 走進來的病患 是個二十幾歲的年輕男性 而後面 跟著一個聽診的同行家人 一坐下來之後 我一如往常的問他 哪裡生病了 不舒服了 來 說說看哪裡身體不舒服 醫生 我上禮拜出去旅遊回來以後 我頭就好痛 我常常痛到失眠睡不著 不然就是我只要一睡著 我就會做惡夢 然後驚醒耶 我已經連續好幾天 沒有辦法睡超過一個小時了 嗯 嗯 這樣啊 好 我開一些比較穩定 讓你好睡的藥 你先吃看看 五天之後再回診來看看喔 那你今天回去吃的時候 再請家人幫你多留意一下 吃藥之後可能會嗜睡 嗯 當我把話說到這時 我順勢的看一下 跟他一起來的家人 突然發現 後面跟他一起來的 根本不是人 是一個一直頭為低的半透明男子 而我當下馬上知道 他被跟了 好的醫生 謝謝醫生 我先走了 後來那天 病患離開之後 我也只是把它當成一般事件 沒有特別多嘴說什麼 因為身為醫生的我 即使看得到 也不能越過這條線 而且說了 也會有不必要的麻煩 但 事情就在五天之後 這個病患又回來了 李醫生 我頭還是好痛 我還是睡不著 你的藥根本沒有用 他也是同樣是頭痛跟失眠的問題 沒有解決也沒有改善 但很詭異的是 我給的藥對一般人來說 應該很好睡了 只不過 更讓我困擾的是 那個半透明的人 也一樣坐在後面的座位 只不過 這次 他是抬起頭看著我 換成我不敢抬頭看他了 因為 我隱約的感覺到 他的臉 並不是很友善 那個 藥效如果沒有發威的話 那不然我這次藥再追加一顆 那心情比較穩定的 那個 看看會不會讓你精神狀況 不要那麼緊繃 嗯 謝謝醫生 這次 我按照過往的經驗 改開了其他處方簽 讓他回去再試看看 蛤 終於走了 也太可怕了吧 結果沒想到 這幾天之後 醫生 你怎麼開著玩笑啊 完全沒有用 沒有用啊 睡不著就是睡不著啊 你我每次只要一睡著 就有一個男的 一直幫我嚇醒 你到底能不能把我医好啊 能不能啊 嗯 好 你先不要激動啦 我也有在想辦法啊 這次他又回診了 而且情緒更激動了 因為睡眠狀況 始終沒有得到改善 面對他失去的情緒 我是還好 但讓我害怕的是 那個男人 已經來到我們身邊了 先生 你說你是去旅行回來 才有這樣的狀況嗎 對啊 我是旅行回來之後 才這樣的 是喔 那我想說 你要不要找個朋友 聊聊旅行的內容啊 或是喔 去外面曬曬太陽啊 運動啊 讓自己累一點啊 或者是 你有沒有宗教信仰啊 可以去拜拜喔 祈求身心平靜喔 或許對你改善睡眠 都有幫助喔 結果到這時 我只能夠盡量暗示 引導他去往玄學的方面解決了 因為身為醫生的我 不能夠說太多啊 真的只能夠點到為止 而他聽完我的說法 一副諾有所思之後 好的醫生 我知道了 終於啊 就這樣 我終於安撫好了病人的情緒 並且把他送走了 而在那天下班之後 因為跟朋友有約 我就負責在診所裡面 當最後一個關門離開的人 欸 飛骨 出來了 我到了 好啦 不要吵啦 遲到還敢大聲喔 等一下要吃什麼啦 我今天超餓的耶 好樣子啊 勇鬥啊 九度八點啊 我鞋帶鬆啊 綁一下啊 第幾個關門 欸欸欸欸欸 你 Lexi 等一下欸 蛤 怎麼了 欸 你 你們這邊裡面 剛有人走過去啊 蛤 什麼啊 喔 你知道這一剎人啦 好 我們都下班了欸 裡面沒有人啦 真的啦 我剛剛看到有個黑影 走進底部最裡面的診間 真心不騙啦 可是鐵門都關了欸 而且保全都啟動了 算了啦,我用監視攝影機看看好了 這時,我拿出手機來看看監視畫面裡面到底有沒有人 但不管怎麼切換畫面,監視器裡面一個人影都沒有 欸,你馬上喔,真的沒有人啊 不可能啦,我剛剛真的有看到耶 最後,那天我們就把它當成一場烏龍 就去吃宵夜了,而吃完之後就回家休息了 但,詭異的是,回到家那一晚躺在床上的我 不知道是不是白天那個病患來看診的原因 平常不會失眠的我,除然也被搞得一整晚都沒辦法睡好 整晚躺在床上,都難以入眠 嗯,唉唷 哼,怎麼都睡不著啦 結果,那天我根本沒睡到,精神超差,一早就去上班了 依佑,請進 先生你好,來說一下你哪裡不舒服 醫生,我頭很痛啊 蛤,頭痛喔 那可以講一下大概什麼時候開始的嗎 是怎樣的狀況啊 或是你哪個部分痛得比較明顯啊 醫生,就是這裡啊 這裡,我的頭 終究 好痛,好痛 你,你,你 醫生,你為什麼奪鬼神聖 我被打了,她好痛,她好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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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後來,那晚,我整個驚醒了 原來,我只是做了一場噩夢而已 但,我卻被這個夢,嚇得魂不守舍的 因為夢中的一切,如此的真實 就好像,我真的有去上班一樣 那天晚上,我是真的沒有睡好 但對於為什麼我會做這樣的夢 我就真的百思不得其解了 後來,過了一個禮拜之後 那個失眠的病患,有來回診 而且她說,上次回完診之後 她還真的聽我的話 跑去廟裡面,去做法這一概 廟方還說,她被鬼根,已經把鬼打跑了 後來回家睡之後,真的好很多了 現在想想,或許那晚,我夢到的噩夢 是那個阿飄,給我的小小警告吧 故事,說完了 我,是個33歲的單身男子 我養了兩隻貓 一隻叫悟空,一隻叫八戒 而會取這樣的名字 應該就可以猜到 他們兩個個性是怎樣的毛咪吧 而當然呢 我就是他們的神障法師啊 我在他們的面前 可是非常有威嚴的存在呢 哼,我說你們兩個畜生 接下來我要講的話,給我聽清楚了 哼,拜託啦 你們兩個貴一點啊 不要再咬沙發,都會無阻了 還有啦,手機線也是 iPhone的耶,很貴耶 能不能有一些便宜的東西啊 哼,求你們啦,拜託啦 就這樣的,這個家 基本上成員就我們三個 一人二貓相依為命著 而就在前幾年 我們就這樣搬進了一棟商業大樓裡面 說到這棟大樓 就跟一般的商業大樓 沒什麼兩樣 白天都是上班族 來上班辦公的地方 而這邊一層樓 最多可以塞四間公司 同時在上班著 而對於這樣的大樓 一般的租屋主可能會覺得這樣出路複雜 不是首選啊 但對於我來說 我當時就是看中下班後的優點 哼,一般的半空大樓 六點下班之後 可以說是空城了 除了我這個住戶之外 基本上,除了管理員就沒有其他人了 等於在晚上 我就是這棟大樓的Kina 我就是國王了 嗯,就在這樣的邏輯之下 我選擇租在這邊了 而且平常晚上如果找朋友來開一趴 也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根本不會吵到別人啊 仔細想想 我這樣的操作還真是天才呢 但,有趣的是 搬進這棟大樓之後 居然也就是我多年租屋來 最短命的一次 不到一年 我就搬走了 而這個故事 就是在我當時 住在這邊第五個月的時候 那時 整棟大樓不知道為什麼 像有傳染病一樣 所有的公司、辦公室 都開始漸漸搬離這邊了 整棟樓出租起事 貼的跟複製貼上一樣 或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又或許是不景氣 到最後 只剩下我住的那一層樓 其他已經沒有任何人了 而且不僅在晚上 白天 也只有我一個人在這層樓裡面 總而言之 會來到六樓的 就只有我跟巡邏的管理員而已啊 嗯?嗯? 嗯?嗯? 嗯? 而就從這一刻開始 我也整個解放啦 我的視力範圍 就直接從家裡 延伸到整個六樓的走廊 甚至 有時候在晚上 我還會開門 讓貓咪們出去走走逛逛 而我也都只穿一條內褲 在那邊大逛街啊 只不過 大部分的時間 我也是不敢出去的 因為門外的走廊 晚上真的陰伸到有過可怕的 所以我多數的時間 都是把門打開 在客廳裡面看影片 等貓咪們放風夠了之後 就會自己回來了 而這件事情 就發生在某天晚上 我老樣子 開門讓貓咪出去放風的時候 我在客廳裡面看了電視 而突然間 我聽到了 有人來了 快點快點 把貓咪叫回來 會嚇到別人的 八戒 悟空 八戒 快點回來啊 太好了 悟空回來了 八戒呢 八戒呢 這時候 我看到八戒 像是被嚇到不知所措的 還在電梯門口 八戒 快回來啊 我現在穿內褲 不能出去啊 雖然當下是這樣想 但 現在是半夜兩點鐘 到底會有誰 在這個時候來這個樓城呢 這時電梯門打開了 但門開了之後 就只是空蕩蕩的 除了強烈的白光之外 根本沒有人 而這時候 我會鼓起勇氣 跑到八戒的旁邊 一把就把他抱起來 想著或許是管理員 還是其他人 有不小心按到樓層了吧 喔 好啦好啦 快點走 等一下遇到管理員就尷尬了 我大半夜穿內褲 在這邊走來走去 很變態呢 就這樣的 我一邊碎念著 把八戒抱著走回房間 但詭異的就是 在我走回房間的這幾步 我身後的電梯 就好像當機一樣 不斷的瘋狂開門 關門 開門 關門 就像是有人在電梯裡面 玩開關一樣 而後來 當我回到房間之後 哼 哼 哼 搞屁 也太可怕了吧 那電梯怎樣 就搞喔 壞掉去燒一燒啦 哼 哼 這時 我房間裡面的管理師電話 突然響起了 是管理員打來的 欸 喂 李先生 李先生 管理員先生 怎麼了嗎 不好意思啊 我這邊想問一下 你剛剛有沒有按電梯上樓啊 蛤 沒有啊 呃 那問一下 還是你剛剛有看到有人上樓嗎 蛤 也沒有啊 對了 剛剛電梯自己打開就算了 但他還自己開開關關的 是不是故障了 很可怕耶 喔 喔 是喔 欸好好好 那李先生 你早點休息啊 我再去檢查電梯看看齁 就這樣的 跟管理員確認之後 我就把剩下的事情 交給管理員處處理了吧 但是那一晚 我睡得並不是很安穩 因為 我總覺得好像哪裡怪怪的 而直到了隔天 剛好我要下樓出門買早餐的時候 結果一經過門口 馬上就被警衛叫住了 欸 李先生 不好意思啊 昨天晚上電梯有些問題 想問你 你有沒有受傷啊 欸 沒有啊 只是電梯怎麼了 半夜自己動起來 是有人去安道嗎 欸 欸 李先生 其實 電梯維修人員 剛剛有來看過耶 老實說沒有故障啊 蛤 是喔 那電梯怎麼會開開關關的 還自己跑上來 超詭異的耶 欸 這個 我也不知道 只不過 我其實想建議你齁 現在大樓齁 晚上基本上 只有你一個人住戶在這邊 如果沒有事情的話 晚上還是不要太出門齁 蛤 什麼意思啊 因為我們大樓到晚上 根本沒有人啊 所以電梯到10點 我們就會把其中一台電梯鎖起來 只留另外一台電梯可以搭乘 而且如果電梯我們要上下樓 都需要BB卡感應才可以移動 對吧 欸 你到底要說什麼啊 這些我都知道啊 欸 不是啊 李先生 你沒有發現嗎 昨天跑去六樓那台電梯 就是我們設定鎖起來的電梯啊 按照系統來說 它應該是不會動的 但至於為什麼它會一直在你的樓層 開開關關 我們真的不知道啊 蛤 這時 我們兩個一起看了那台電梯 而我也突然想透了 原來我昨天覺得怪怪的地方 就是這裡 沒有感應卡的電梯 為什麼會自己跑上來呢 而且從那天之後 我再也也沒有趕在晚上 讓貓咪們出去溜達了 而我自己也會避免搭乘那台電梯 因為那台電梯 也真的很經常莫名其妙的 自己跑來六樓停下來 我再說一次 六樓真的只有住我一個人嗎 接下來就讓大家看看 電梯的實際畫面 以下就是真實捕捉到的畫面 這畫面是朋友 把當時遇到電梯自動跑過來的狀況 實錄給我看的 現在可以看到 朋友正一邊錄影 一邊打開門 讓貓咪們出去走走散步 但因為愛於怕大家認出是哪棟大樓 對於建築物的內部 我們做馬賽克 但是 因為確定這層樓根本沒有其他人 所以朋友才放心的讓貓咪出去 在那錄影的過程 基本上都很安靜 沒有聽到人的聲音 在這個時候 八戒突然不知道為什麼 直接定格看向了電梯的方向 那大概幾秒鐘之後 又繼續往前走了 而我朋友也特地將鏡頭面對電梯的樓層 這時候是可以看到 電梯兩台都是停在12樓的 但就在幾秒鐘之後 不知道為什麼電梯開始運作了 而貓咪也看向了電梯的方向 接下來恐怖的就來了 電梯聲響了 而我朋友也馬上跑回房間了 因為當下他只穿一條內褲 但這時詭異的事情就發生了 鏡頭馬上回拍到電梯的畫面 剛剛明明兩台在12樓的電梯 一台正在持續的下降中 但另外一台就直接跑來6樓了 也就是我朋友所在的樓層 但卻都沒有人走出來 而那台電梯 明明已經確認過 晚上是不會動的 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欸 土洞 怎樣啦 特地把我叫出來到底要幹嘛啦 欸 阿騰 怎麼辦 我女朋友真真她 現在覺得我怪怪的耶 蛤 怪怪的 你本來就怪怪的啊 她現在才知道喔 喔 哭喔 真正點啦 我其實想趁她生日之前 偷偷買生日禮物給她 所以上網找了很多女生的用品 結果好死不死 我現在不管是手機 電腦 銀板 全部都是女生用品的廣告啦 超詭異的說 指甲油 氣墊粉餅 甚至連女用內衣褲都有 結果真正現在看到那些廣告 覺得我一定有鬼 因為我平時廣告 根本不會跳出這些東西的啦 她現在懷疑我在做什麼 不可告人的事情啦 你這敗詞 這就是你不對啦 手法怎麼出招啊 想要不被發現 幹嘛不要用無痕搜尋 北極喔 您得咧 我就是用無痕博士去搜尋 還跳出這支廣告 才覺得不爽好嗎 我超無辜的耶 蛤 是喔 那怎麼辦 你又不能提早撥梗說是生日驚喜 不好意思 兩位 我還為您送上餐點 這次可以解決兩位問題的 SERVSHIA VPN 嘿 什麼啊 我們又在幹嘛 欸 對啊 SERVSHIA VPN 不是專門拿來跨IP 跨果追距離寶物的嗎 跟搜尋東西有個屁關聯喔 而且重點是 你幹嘛偷聽我們講話 哼 兩位 解決你們的問題 就是本餐廳的服務之一啊 你們真的以為SERVSHIA 就只有VPN嗎 現在SERVSHIA除了VPN之外 還有SERVSHIA搜尋功能呢 蛤 什麼 搜尋功能 哼 這可是獨家的無痕搜尋引擎 不會出現廣告跟任何數碼痕跡 地區也可以自由切換 而且不但瀏覽網頁速度變快 加上它的無痕搜尋 讓你們這些遺憾不會再發生了 欸 再告訴你們一個小秘密 我平常搜尋色色的東西 可都是用這個呢 想一想 如果另外一半想要檢查你的3C產品 你也可以因為用SERVSHIA搜尋功能 所以都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安全下裝啊 什麼 聽 聽起來好厲害喔 總而言之 使用SERVSHIA VPN 不但可以保證上網的安全 也有24小時的線上客服服務 而且在30天內 不滿意保證退款服務 親愛的觀眾朋友 總而言之 只要下載使用一次 不滿意也是沒有損失的 現在只要點擊資訊欄的連結 還可以輸入優惠碼WITTERN 獲得二外三個月的免費加碼喔 接著